Odio Jungle Odio Jungle 这一次,我们探讨一下三蹦子,因为他成精了,虽然说建国之后不允许成精,但是他就是这样的成精了,这说的就是我国军队装备的,可以飞行的三蹦子,特重悬疑机。 由于其只有三个轮子,因此被网友称为三蹦子,传统的三蹦子能够飞行,这已经让军迷大跌眼镜。正当军迷对此大家调侃的时候,一张照片封住了所有人的嘴,因为飞行的三蹦子成精了,他用其强大的设计摧毁了军迷那颗乐于调侃的心。 这张正在风靡于网络的照片中显示,我们的飞行三蹦子底盘之下,赫然加挂了两枚空对地导弹三蹦子,一款由于发动机经常发出通,通,通,三升的三轮车,不但飞了起来,而且还能够发射空对地导弹。 如果这还不是成精,那就没有什么能够称得上是成精了。 在此前的新闻报道中,我们了解了飞行三蹦子,我军特战队员乘坐的一款结构简单,飞行动作灵巧,可以搭载两名战士的旋翼机。 该机最大起飞重量560公斤,最大飞行速度为每小时185公里,滑跑距离最短为20米,最大为80米,爬升率为6米每秒,制空时间可达5小时,最大升限达到了3800米。 其最大航程可竟然达到600公里,可以看出,虽然结构简单,但这款旋翼机的作战能力不容小觑,其最大的优点不仅在于体积小,而是,其发出的声音非常的小。 这一点是特种作战最为关键的一点,美国类似还专门研究了一款新型的直升机,并借此击毙了本拉登,旋翼机不同于直升机, 其旋翼不是由发动机直接带动的,发动机与另一台垂直的旋翼连接,即发动机只提供向前的动力,而向上的动力由前方气流吹动旋翼旋转产生生力。 这样设计最大的好处在于即使飞机在空中发生发动机故障,其也可以凭借旋翼的特殊工作模式,实现滑翔降落,完全不会突然掉落,而引起人员伤亡。 也正因为这一点,旋翼机越来越收到重视,从此次曝光的图片可以看出,我军旋翼机下方,加挂了两枚空对地导弹,显然这是在旋翼机投入使用后,发现问题并做出的相应改进。 可以推测,我军在使用飞行三蹦子进行特种作战时,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地面活力的攻击,或者面临降落前,需要清除地面活力点的需求。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,在旋翼机在众允许的情况下,加挂了两枚空对地导弹,导弹挂在了三蹦子身上,这款装备的战力可谓获得了跃升,其敌后作战能力,将令对手大为恐惧。 据推测,此次加挂的空对地导弹,为红外制导弹,或者为电视制导弹,无论是哪一型号,精准武器的上锡,都将使得这款武器更加受到重视。 可见,创新无处不在,不只有那些高大上的科技发明才叫做创新,这样的草根式的创作也是,闻起了乐见的结果。 历任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。